小友 你可愿拜入我炼魂宗 成为我炼魂宗家一任接班人 并以感悟意境发下心事 有朝一日使我炼魂宗成为六级修真国 这是顿天初见王灵事发出的请求 为此直接送上三份大礼 更是将王灵收为唯一核心弟子 连至宝十一尊魂藩都一并送出 而王灵也从没忘记这份嘱托 来到东海妖灵之地时 终于有了新建炼魂宗的契机 在先逆援助中 王灵进入东海妖灵之地 无意中来到天妖郡管辖的一处蛮荒之地 此地有一个凡人部落 王灵暂居部落之时 恰逢天鬼道弟子罗云来袭 一番大战之后 罗云被击杀 王灵用搜魂术得知了妖灵之地真正的秘密 妖灵之地分为九郡 美郡有着一个古妖之灵 修饰若能得到 不仅神通大增 还有可能进入神之使的境界 在此境界之内有一定几率自创先术 而想要获得古妖之灵 必须加入妖郡获取军功 距离山谷部落最近的城池乃是古妖城 想要成为城中府兵 最低需要三甲妖力 在妖灵之地妖力一甲计算 三甲妖力就相当于驻击七修士所需的灵力总 王灵吸收了部落内的一枚妖精 又从罗云手中抢夺了一枚 正好有三甲妖力 但如此修为即使去到古妖城 也只能当一个小兵 不仅地位不高 也很难获得军功 很可能会被当作跑灰 只有继续提升妖力 成为妖将统领 才能在争斗中占据优势 从罗云的记忆中得知 古妖城有左翼妖将统领 府内高手众多 大部分都是妖灵之地原居民 以修炼妖力为主 外来修士若无强大实力 很难在妖将府获得一席之地 于是王灵决定留在山谷部落 教化此地居民传授神通法术 到时候就能拥有一股属于自己的力量 有所决断之后 王灵决定将练魂宗的魂帆之术传下 一来此术十分容易上手 二来妖灵之地符合杀戮需求 大战越多便可快速凝聚魂魄 自身实力也就提升得越快 若是能将十一尊魂帆修复 即使遇到问鼎强者 王灵也能一战 炼魂宗的魂帆之术 共有炼魂 抽破 锁神三法 其中锁神之法只有嫡系才可修炼 此法也是掌控十一尊魂帆之法 而炼魂与抽破则是制作属于自己魂帆的根本 一旦炼出魂帆就能成为炼魂宗入门弟子 王灵思存一番后 留下了炼魂与抽破的出气口诀 并且在魂帆之法内留了一个破绽 此破绽可以让王灵瞬间控制别人的魂帆 毕竟身处妖灵之地 留下后手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制作完预检之后 王灵传音山谷大长老欧阳华 将魂帆制作之法传下 但欧阳华年老体衰 体内经脉阻塞太多 导致气息流转不畅 半天都没能将炼魂之法入门 王灵见此强行筑气打通经脉 王灵仔细指点了一番修炼炼魂术的要点 待到欧阳华彻底掌握之后 让其将此法传授给其他族人 有了强大的机会 欧阳华与部落族人对王灵十分感激 将其视为老祖 虔诚无比地供奉起来 转眼间三个月过去 欧阳华在这段时间内 几乎把全部的时间拿出来修行炼魂术 部落内的男丁也在欧阳华的教导下 有了一些成就 每当部落居民有不懂之处 王灵也会现身指点 如此一来 王灵在部落的威望早已超过了大长老 在指点过程中 王灵发现除了欧阳华之外 还有一个青年也静静极快 很快就掌握了练魂术的精髓 并且已经开始准备制作属于自己的魂番 这个青年名为十三 正是当初被王灵暗中跟随 知晓了此地山谷的那个青年 此前 王灵已经将制作魂番的方法传下 只是妖灵之地内的材料极为稀缺 只能用钢树之木 加上野兽之皮 才能勉强模仿出魂番的效 不过这样的魂番 最多只能容纳十个魂魄就一道极限 好在此物数量多 可以同时施展实感 虽说比之真正的版魂番还略有不如 但在这些凡人部落中还是颇具威势 王灵再次改进一番后 招来欧阳华与十三 交代制作魂番所需注意的事项 欧阳华也禀报了这段时间内族人的修行成果 部落内的男丁共有27人 全部都修行了练魂术 目前大部分人都处于第一个阶段 只有十三已经修炼到第三个阶段 有了制作魂番的基础 还有六人始终无法修炼成功 了解了部落内的情况之后 王灵让十三自行寻找材料制作魂番 欧阳华随即提议 等十三将魂番制成以后 就发动族人进攻另一个地下溶洞部落 那里有着数十个居民 王灵对此并不关注 让欧阳华自行决定 但族内男丁却兴奋不已 有了练魂术在手 此战胜算极大 转眼间又是一个月过去 十三也找到了足够的材料 开始制作魂番 翻成之时 部落内所有人都好奇地上前查看 眼中充满狂热之色 十三见族人好奇 于是放出魂番内封印的魂魄 此魂乃是一个被生双翼的狮子 刚刚幻化而出 就仰天咆哮声势惊人 随着十三一声令下 狮子凶魂猛然飞出撞在牙壁之上 牙壁直接被撞出裂缝 而狮子凶魂则毫发无伤 就在十三得意之时 狮子凶魂却突然反噬 咆哮着向十三冲来 在凶魂的威视下 十三好似被禁锢了一般 只能眼睁睁看着凶魂冲暗 就在此时 一声冷喝传来孽出耳感 听到这个声音 狮子凶魂顿时一颤 身躯险些崩溃 当即乌烟一声 乖乖趴在一旁 王林的身影也缓缓出现 反应过来的十三顿时 掩路狂热之色 其余族人也对王林崇敬不已 驯服狮子凶魂后 王林让十三记住这个教训 更是告知众人修炼 练魂术没有取巧之处 稍有不慎就会有生死危机 看到众人眼中露出反思之色后 王林才转身向山谷深处走去 之后的几天再无变故 山谷内的男丁准备妥当之后 由欧阳华与十三带队 趁着夜色直奔那处地下溶洞不落 王林并未跟随 甚至连神石都没散开 因为这是属于山谷部落的历练 若是此次出战失败 只能说明山谷部落不适合扶持 后续也就没有继续教化的必要 但十三与欧阳华并未让王林失望 五天之后 一个长长的队伍缓缓走进山谷 队伍中的男男女女都是熔洞部落之人 他们全都被绳索绑住 已经成了俘虏 十三走在队伍的最后 整个人的气质也与之前截然不同 脸上尽是沉稳坚毅之色 此战十三可谓是大处风头 与欧阳华相互配合 成功绕过熔洞部落的阵法 冲入熔洞部落内部 将对方杀了一个措手不及 对方的大长老 直接被十三的狮子凶魂一口吞掉 更是当着熔洞部落族人的面 将这个长老的魂魄生生炼化 封印在魂帆之内 欧阳华也施展炼魂术 将对方战死族人的魂魄一一炼化封印 这一步直接让熔洞部落失去了斗志 再无反抗之心 全部投降沦为俘虏 看着长长的队伍禁骨之后 山谷部落的妇人就抬出一桶桶绿色液体 给这些俘虏强行喂下 这个枝叶乃是此地特产离妖汤 喝下之后便会忘记一切 只要有人在耳边说出新的名字 和部落的相关事宜 就会使其生成新的记忆 成为部落中的一员 这也是各个部落吸收族人的方法 做完这一切之后 欧阳华将一枚妖精交给亡灵 此枚妖精具有二甲之力 亡灵将其吞噬之后 体内妖力达到五甲 感受着体内增长的妖力 亡灵觉得教化部落这一步 算是没有白走 等到山谷部落渐渐强大 定会掠夺更多的妖精 修行练魂术的人也就越多 到时只要将这些赛养的魂魄收回 修复十一尊魂帆也就指日可待 有了此次的成功 山谷部落壮大不少 也随即开启一股修行浪潮 除了外出打猎寻找食物之人 其余族人无论男女 都开始修炼练魂之术 十三也成为所有人的目标 转眼间又是半年时间过去 山谷部落之人时常外出 每次或是一人或是一对 大肆猎杀野兽炼制凶魂 亡灵见此为部落族人定下规矩 炼制魂帆之后 想要获得下一阶段的口诀 只有三个方法 第一就是献上妖精 第二则是找到外来者的踪迹 至于第三就比较困难 是要炼化十杆魂帆 且最少有四杆有主魂存在 到目前为止 只有欧阳华获得了 第四阶段的修炼之法 十三之炼制出七杆魂帆 主魂也只有两个 根本没有达到要求 其余部落之人则差得更远 于是部落族人强烈要求 继续进攻其他部落 只有不断发动战争 才能获得大量魂魄 欧阳华与十三上亿一番 决定开启新的争讨 此次出击 山谷部落除了孩童之外 几乎清朝而出 并且分成三个队伍 同时进攻三个部落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否则只攻击一个部落 妖精与主魂根本不够分配 此番进攻虽然兵分三路 但部落族人的准备却十分充分 欧阳华与十三分别带领一组 其余几个修炼到第三阶段的族人一组 半个月时间过去 除了十三带队的那组之外 其余两组都凯旋而归 战国也异常丰厚 但十三却毫无消息 直到三日之后 一道黑雾冲入山谷部落 正是十三的狮子凶魂 此时的狮子凶魂为米至极 身躯上的黑雾都处于崩溃边缘 其背上驮着生死不知的十三 一道红线在十三体内钻来钻去 显得颇为诡异 狮子凶魂驮着十三勉强冲入山谷 眼看就要彻底崩溃之时 亡灵缓缓现身 随手一点就将其魂破凝食 随后看了一眼气息全无的十三 面色顿时阴沉下来 接着亡灵一直点在十三胸口 将那道红线抽出 一把将其捏碎 没了红线之后 十三的面色渐渐红润起来 但亡灵的眉头却紧皱不已 因为十三已经被人废了 体内妖力尽失 全身经脉更是被强行震碎 就连魂帆都不知所踪 亡灵沉默片刻 将妖力融入十三额头 片刻之后 十三睁开了双眼 看到亡灵的瞬间 心神激荡之下 泼口而出叫了一声世尊 亡灵目光一闪 开始询问到底发生了何事 那么十三是被何人所废 亡灵会收下这个弟子吗 欢迎点赞关注 下期视频精彩继续